我们继续 迁与迁寻 第七名迁与迁寻 迁与迁寻我也看了三四遍 有了吧 在最后我发现 他是抄那个谁的 抄那个中国香港的 那个徐克的那个 迁举幽魂 迁举幽魂 也不能说抄吧 但是借鉴的很多很多 基本上可以算是抄 也不能说抄 借鉴了很多 借鉴了很多 但是说实话 说实话 迁举幽魂的这个质量 做工 画面吧 画面做工 差了一点 音乐呢 还可以 音乐还可以 音乐还可以 画质差了一点 因为毕竟香港 这个香港的这个动画片 不太发达 是吧 日本的动画片 成了一个工业了 成了一个支柱产业之一了 那当然发达了 那制作当然 尤其是吉普利 卧槽那么多人才在里面帮忙 当然了 是吧 几十个画师 所以画得不错 啊 这个 细节很好 然后还有公 公企俊 公企俊 啊 这么这么出名啊 是吧 这么成功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动画片导演 是吧 所以这个制作是很精良 很精良的 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时候 没什么看懂 就觉得好看 好玩啊 这个这个奇幻啊 一会儿是钱婆婆 一会儿是汤婆婆 一会儿是防宝宝 啊 一会儿是白龙 一会儿是什么 真早见 什么什么 琥珀川真早见 我觉得哇 这些好奇力啊 就是这些画面好奇力啊 让名字好帅啊 然后 里面的这个 真的很好看 画质非常非常的细腻 细节很好 很饱满 我觉得哇 真好 最后我发现 哦原来这是 公企俊的巅峰之作 真的是巅峰之作 对吧 太美了 这个画面 而且我很害怕 刚才第一次看的时候 觉得 哇 好可怕呀 好像好像鬼 对吧 这个直到现在 我你 你让我过段时间再看 我都愿意看 太美了 我都把它当成一幅 美丽的画去欣赏了 知道吧 故事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讲的是什么 什么故事 我根本都没看懂 这讲的是什么奇葩玩意儿 跑来跑去的 对吧 说是讲的是不鼓励那种 长得丑的小女孩 鼓起勇气 好好面对生活 也不丑啊 这个这个这个签 长得挺可爱的 我觉得 是吧 长得挺可爱 他爸妈也是长得也挺好 他妈是个美女 他爸长得也不赖 对吧 那那你不能说 这个是个普通小女孩 这个我觉得挺可爱的 一个小女孩 啊 眼睛有点小 是不是啊 脸圆圆的 但是挺可爱的 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好 辛德勒名单啊 这是一个很让人沉重的电影 很严肃的电影 黑白画质 只有最后几分钟 到了现代了啊 这个犹太人去 以色列人去纪念 这个辛德勒啊 奥斯卡辛德勒是吧 才变成彩色了啊 之前全是黑白的 因为太残忍了 是不是 斯皮尔伯格拍这个的时候 说他老婆就哭 就拍到那种就拍不下去啊 心情太难过了 就哭哭 那个晚上白天拍 晚上 哭 哭完之后 睡觉 睡觉起来 刷牙 然后吃饭 继续拍 就这样 就是扛过来的 电影很沉重 确实很沉重 而且不无聊 这个因为斯皮尔伯格是个 很牛逼的 很厉害的 技术很强 过硬 画面啊 技术很过硬的一个电影导演 他的电影 都是非常好的 画质都很好的 电影感很强的 水平很高的 所以不无聊 这个镜头啊 运用的都很美的 很美很美啊 但是很残忍 里面演员演的也好 我记得尤其是那个 辛德勒 在那个为了骗取 那个德国 德国军官的那个 信任和他们做生意吗 在那个 在酒吧里面抽烟 眼睛 种种有神 看着远处的 那个德国军官 嘻嘻嘻嘻的 在那个地方傻 傻乐 然后这样 看着他们 然后那个 那个那个照相机 美光灯 哇哇 特别帅 你知道吗 特别帅 然后 然后 然后叫了一个 一个Vitter 一个一个 一个服务员 叫一个服务员 给他一百块钱 应该给他二十块钱 给他二十块钱 然后 就是 用一些小伎俩 就把那些军官 给骗到手了 是吧 还有 他请打资源 请那些阿姨 请那些美女打资源 都是犹太人 他雇佣他们工作嘛 雇佣他们工作 请了很多 那个打资源 然后他就 他就在椅子上 如果来了一个老妈妈 一个 胖一点的妇女 没有什么魅力的 他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 抽着烟 他就这样抽着烟 很无聊抽着烟 如果 然后但是 来了一个美女 非常性感 漂亮的美女 很描述的美女 这样子 然后他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子 看着她 就特别好 你知道吗 这个虽然这是 严肃电影 但是你没有 你不一定要把 这四个严肃电影 是个 是个 是个灾难电影 但是你不用把它 永远拍的 那么的痛苦无聊 你可以 幽默的时候 可以幽默 如果一个人 失去了幽默感 那这个世界 是很 很难过的 你知道吗 我就有很好的幽默感 虽然我说话很犀利 喜欢骂人 但是我活得很快乐 为什么 我很有幽默感 我心态很好 是不是 骂人是为什么 为什么骂那些 有钱人 很多人说我仇富 说哎呦你 仇富 这种这种 见不得人 这种那种家伙 仇富 心态不是 反正是我心态好 如果他们是正常的 我不会说他们 可是他们赚那么多钱 干的那些 拍的那个电影 那个作品 烂的不要死 还不让我说吗 唱的歌也烂 演的戏也 尬 对不对 我还不能说吗 是不是 阴阳合同 很多还有阴阳合同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很多人打包不平 说华春雨特别好 我操 你不了解他 去看看华春雨挺好的 你别骂他 那我就听了一下 尤其首歌还可以 还可以 包括这个新歌 什么那个 我从来没有说 我骂他之后 我希望他不好 我所有人 尤其年轻人 我希望他 当然希望他好 我希望他能 多写好歌 替人民 替老百姓发声 替底层人发声 写着真实的歌 不要光装傻 冲愣 不敢说话 赚那么多钱了 一一话也不敢说 不好 这样不好 好 对吧 那这个电影 不是也是 这个斯皮尔伯格 主动请应 替犹太人说话吗 对吧 当然卧槽 全世界替犹太人说话 太多了 把犹太人拍的 跟神一样 这也没办法 这个我们也不能评论 好吧 第九个道梦空间 我好像就看了一遍 一遍 然后还有很多 那种慢慢拉拉拉看了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梦中梦 是吧 然后这种 这个画面很好 反正这个我也不知道 他妈 就是但是我就记得 就挺挺 整个人就是挺 大脑 进行了一场 像游乐场一样 就狂欢吧 大脑先狂欢 说实话 我对这种装逼的电影 不是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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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吧 这个不说了 这个星际穿越 我喜欢 像星际穿越 整个电影格调也挺高的 你说 你说他装备电影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呢 我还是蛮喜欢的 因为他 其实没有那么炫技 没有那么炫技 可是画面也是特别的 让人酷炫 尤其是这个虫洞 黑洞 哇 那画面太美了 还有就是 对接 他们的那个飞行器 两个飞行器 那个对接的时候 是吧 就很美 还有就是在 那个 在那个黑洞 这个超大黑洞 卡钢图亚 那个黑洞的名字 特别酷 卡钢图亚 黑洞 这个 陷入黑洞里面了 这个就假了 因为你吸上黑洞 你按照正常 会把你压成 压成 压成粒子的 你知道吗 黑洞 黑洞就是 黑洞比中子星 还要密集 是中子星再塌缩 是质子星再塌缩 就是你一个小人 你吸到黑洞里的时候 你还安然无恙 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被吸成 哪怕不是中子 至少也是 吸成原子了嘛 至少嘛 当然你在黑洞里面 你肯定就变成中子 甚至中子 中子直接就被压 踏缩了 跨客了 甚至就直接进入黑洞 黑洞模式了 另一个模式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可能还真是另一个空间 四维空间 五维空间了 但是你肯定是要被压得粉碎的 这个里面的这个 是吧 马修麦康纳 开了个破飞船 破破烂烂的 还冒着火星子 也没被压 压坏 所以 有一点点不好 但是这电影嘛 你不要太较真 这个电影已经很 已经有很多科学了 已经很有趣了 当然也不是完全科学的 就算即使现在严肃科学 它也不是真正的科学 以后还是要被推翻的 就像牛顿的相对论 被爱因斯坦的 牛顿的 那个经典力学 被爱因斯坦的 那个 侠义相对论的推翻了 现在这个又有量子力学了 就是 所以又测不准了 现在又测不准了 就 所以说 不用那么严肃啊 没有那么严肃 好看 这个电影很好看 最后在五维空间 也是很酷炫 然后呢 爱 用爱可以超越时空 超越空间交流 我觉得 不是完全不能想象 因为爱也是一种电磁波嘛 爱是一种电磁波 而且也许它是一种很特殊的电磁波 也说不定 也许它是一种频率很高 或者很低 或者是超高的电磁波 能够穿透空间 也可以嘛 也可以嘛 我觉得也挺好的 任何我们任何的物质都是波 但是比波更加的 就是更加深入的 我就不知道了 对吧 这个宇宙的一切都是波 可能有些人不懂 不懂也没关系 我也不是很懂 我就是明科 可能明科都算不上 好 就到这里